战争带给人们的创伤是巨大的,而时隔许多年以后再次提起来,也是会让人触目艰辛。 提起当年,日本人在中国犯下的罪行,至今不能让人原谅,日本人至今都没有一个明确诚恳的道歉态度。 真的是太让人失望了,在美国,有这样一个人,他那一夜的行为,真的是可以载入中国史册的,甚至说,可以让很多中国人名记他。 1945年8月5日的这一天,看起来是十分平淡的一天。 这一天,一名叫保罗·蒂贝茨的空军勇士,接到来自五角大楼的命令,说是要让他执行一个秘密任务,而且任务执行时间要比以前更长。 任务程度更为艰巨,而正是这一个任务,让所有的日本人都记住了他,也让整个中国人,为他欢腾血月。 在接到上级命令以后,保罗·蒂贝茨迅速地向自己的妻子说明原因,便开始准备这一场军军的任务。 他驾驶驻轴轰炸机,一路经过太平洋,一直来到日本的上空。 这一天日本的上空略有浓雾,而且当这架轰炸机来到日本上空的时候,日本人民还是在睡梦中。 起初他们认为是自己家的空军在训练,也就没有放在眼里。 于是,就在这一夜,他在广岛,投下了代号为小男孩的原子弹。 二十多万日本人放生,正是有原子弹的助力。 才使得日本人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宣布投降。 日本国内的媒体,对这次原子弹事件进行了大力的批判。 怒斥美国人保罗·蒂贝茨是罪犯。 杀害二十万的平民百姓。 要让他给日本人民道歉。 要把他送上国际军事法庭。 而保罗·蒂贝茨却认为自己的这种行为是正义行为。 保罗·蒂贝茨在退休多年以后回顾起这件事情。 如果没有原子弹,日本人根本就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投降。 极有可能会把战火再次蔓延到太平洋战区,危及到美国自身。 我并不是一个罪行。 相反我是中国人民的福星。 日本人在骂我是罪行的时候。 怎么不想想自己在中国南京犯下的滔天罪行? 怎么不给中国南京一个交代? 晚年的保罗·蒂贝茨十分的喜欢中国。 虽然常年的战争给他落下一身疾病。 但他仍然奔走在世界各地呼吁和平。